花蓮县议会今天上午召开特教生社福 学龄前后教育相关照护资源不足专案会议 由张美会议员主持 花蓮县政府教育处、社会处、卫生局的单位列席 与特教生家长进行需求的讨论 解决特教生及学龄前早疗儿童资源不足的问题 花蓮县议会为了解决早疗儿童以及特教生的教育资源问题 希望透过状案会议的方式来解决 特教生以及学龄前早疗儿童所遭遇到的资源不足的问题 由于今天出席的特教生家长以及学龄前的早疗儿童家长 提出相当多的问题 并且对于教育处、社会处在家长的需求核心上 应该更深入的了解 我从社会处官网上最近一次108年 花蓮县议身心障碍的生活状况及各项需求调查 评估调查报告中就发现说就是 因为他调查的对象都是有身上手册或者是证明的人 然后调查中862位的访问对象都是成年者 就学中的身上者只有33位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些就是有学龄前 或者是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来讲 其实我相信对就是社会处或者是在特教科这边 是不是会比较难知道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其实后来再看一下 因为我其实就像讲的 我可能比较难去抓到说就是真正想要的蓄集在哪里 然后像那个特教科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统计的报告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是看得到的 那需求的部分是不是已经掌握到我们的需求了吗 专案会议主持人张美辉表示 在讨论会议过程当中了解目前所遭遇到的问题 综合家长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提出了五项建议 普遍性的问题我们特别在今天专案小组 特别做的回应跟结论 就是包括像卫福部社家属从10月份开始 有提高在这个早疗的教育 交通的这个补助费用的上限 那一般户就是每个月有3000元的额度 那原来是3000块要提高到4000块 那原来的低收入户每个月是5000块 那调到6000块 那除了中央这样子的一个明定的补助款之外 我们也建议花莲县政府应该也要着量的来提高 我们自己县的一个配合款 来提高这些包含早疗费跟交通费的这个补助的额度 那另外也建议有关于卫生局社会处跟教育处 那对于特殊学生的特教生 他们的家长的一些遭遇到的问题 他们能够这些局处要定期的召开会议 来倾听家长们的心声 这很重要 那同时也把他们的需求做一个调查 也把调查的这些状况 能够做一个整理跟公布 那另外是第三点 巡回特教师 因为有一些学校没有特教专班 那只能仰赖巡回特教老师 这样子的去学校 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待遇 目前是不足的 我们建议这个待遇要调高 另外还有照顾员的这个人数 我们也建议在暑期的这个客后安清的人数 因为目前是规定有五个学生才能够有助理员 我们建议能够调降 就是只要有两个学生 这个安清班暑期的 寒假的安清班就能够开办 不需要到五个人 那今天所有特教的家长 所反映的每一个事项 我们也要求这三个局处 都要一一的具体的明确的回复 此次的专案会议由张美会议员所主持 杨花美 陈美莲 林哲思 韩林美 郑宝秀议员都出席了会议 了解家长们的需求之后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定期的 与家长进行相关的会议 来落实解决家长的问题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答